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3年由美国拍摄的浪漫爱情片 贺本塑造的那位可爱帅真美丽的公主形象也深得人心 白色衣字兼礼服搭配钻石皇冠 以及配套钻石项链和水滴钻石耳环 长留万千观众心结 有史以来最美丽女人实至名归 二 穷达领霍特金丝 穷达领霍特金丝是英国女王亲脸的礼仪皇后 丹麦王妃的恩师 奥带领赫本的终身闺蜜 玛丽莲梦露的好友 她那亲密的容颜 典雅的气质 那仿佛与生俱来的优雅令人着迷 亲眼见过达领小姐的朋友 曾在博客写道 Miss Bailey高贵的气韵 优雅的一态 尤其是亲切的笑容 时刻在我脑海出现 让我留内心极致全身都充满了无尽的喜悦 我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和身边所有的人微笑 那么的温暖 那么的柔软 三 费文利费文利 美得颠倒众生 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 既温情默默 露出猫一样的脚狭 高贵的外表下 压抑着瞬间都可爆发的情感力量 宛如低度凡间的精灵 短暂而耀眼 书写了人间的传奇 1938年费文利前往美国好莱坞拍摄电影 在电影《乱世佳人》中饰演了好斯嘉 获得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 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女演员 被邱吉尔赞誉为上帝的艺术品 四 凯瑟琳赫本 凯瑟琳赫本是美国国宝级影视演员 好莱坞的长青说 美国影坛第一夫人 曾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下 十二次奥斯卡奖提名 五部电影入圈 美国国家电影报复制定典藏 海瑟琳赫本也是一位顶级的美人 为人风趣 举止高雅 桀骜不逊的个性 绝佳精干的演技 使她在当时那个美女如云 人才辈出的年代 走出自己的广阔天地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